在水里要注意安全,但用了时尽情享乐,但是要保持安全 为了Tim和Tim正在计划一场生日派对 他们小有用,并且正在选择一个好地方 我们到海滩举办party 我们能够游泳以及打沙滩排球,那是有很多乐趣的 是的,但是海洋是一个安全的游泳地方 那里有急流以及可怕的潮汐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是强壮敌游泳者 放轻松听,我很确定他们都有一些基本的游泳技巧 如果他们没有,他们能够穿一件救生衣 还有我们游泳有救生员保护的地方 那好,但是如果台风正要来,那要怎么办 那将让海滩的情况变得非常的危险 我们在派对当天,我们先会查看天津预报 如果台风要来,我们会延后拍对或者有一个预备计划 我们应该就做一个好的计划以便开始 为何我们不要到溪流或者湖泊代替 我们能够游泳并且举办一场烤肉 那是更加安全的 不必然 你知道的,不是所有的河流 不是所有的溪流以及湖泊 对游泳都是安全的 你看过检告牌在那里 注意水上或者跳水镜子 是的,我们选择 当然,我们要选择一个好地方 那个赛索是什么? 安全的地方 我们只会安全地游泳在一个湖泊 在一个溪流或者湖泊 如果我们遵守细水安全的话 如果我们遵守安全守折的话 我们必须查看水流 我们必须查看水流 并且注意 并且应该查看水是否太能 我们也应该留意午后雷震 那真是需要注意很多 让我们到游泳池 并且举办一个安全地池编排队 游泳池并非全部都是安全的 完全都是安全的 完全都是安全的 在一个游泳池 什么是会出错呢? 游泳池子可是有救生员的 是的,但是人们能够 是的,但是人们会 轻率地行动 如果在水里人们 如果在水里人们 太有冲劲的话 意外就发生 是的 幸好 在party上 不会有任何酒精飲料出现 酒精飲料出现 如果你一直都在喝 游泳池是极端危险的 那是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提醒人们 提醒人们 不要泡太久 否则人们将太累 或者肌肉抽筋 而 每个人 必须 每个人需要一个 游泳伙伴 没有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应该 独自游泳 我知道 我忘了这些事情 那是 那是记得重要的 无论 无论何时 你游泳时 所以 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在哪里 举办你的生日派对呢?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我们 直系底选择 以及 我们 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是 没有 completely 全部 完全安全的 但是如果我们 直系底选择 并且遵守 蓄水安全 守折的话 我们能够举办一个快乐的 派对 好